三峡彩券行8月底开出威力彩投奖27亿元一注独得 如今得主完全领奖身份曝光 是三名年轻人只花800元包牌就幸运中奖 这三位都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著名 三个人的心情都还是非常的亢奋状态 投奈得主是两男一女年约20多岁是亲友关系 都在民营企业上班 投奖扣税后可获得21.6亿元 算一算这笔钱可买下五户地宝 或是可买马沙拉蒂最新款跑车166辆 甚至还能环游世界高达1080次 这三人长相为和台彩揭晓五官特征 男生有椭圆脸浓眉大眼双眼皮高鼻大嘴厚耳垂 女生则有鹅蛋脸眼睛小事标准身高 并不是最年轻的中奖人 我还记得18岁的这个大学生啊 他是中了威力彩8.5亿 现在人已经在澳洲留学了 台彩也公布投奖者的包牌法 威力彩第一组八组自选号码 加上第二区1到8号全包花了800元 第一组就中投奖 但这笔奖金怎么分 有技巧律师提醒 若是其中一人先拿21.6亿元 再分给另外两人的话 空会被扣赠与税高达2.8亿 最好领奖钱就要分配比例 台彩公司这边去协商 是不是可以把它要依照 三位已经协议好的这个比例平均 分给三个人这样 无论怎么分得到的奖金依旧惊人 开出头奖的三峡彩券行 每天买气也比以往高出两倍 台迷们也希望沾沾喜气 能被台神也劝顾 记者谢君仲 杨祥与台北采访报道